说起中国的天眼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得,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天眼,500米口径球免射电望远镜,简称FAST,位于贵州省前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平航线克都镇大窝当的卡斯特瓦坑州,工程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亲眼工程有主动反射面系统,会员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接收及与中端及观测基地等级大部分构成,那么很多网友都在问,中国的天眼到底能看到什么呢? 能不能探索到外星生命?因为我们人类始终都相信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不止我们人类一种高级生命,所以对外星的探索的脚步一直都未曾停止。 那么中国天眼真的探索到了吗?直接需要从我们天眼的功能来判断和研讨了。 首先FAST有能力将中性性观测延伸至宇宙边缘,重现宇宙早期图像,而能用一年时间发现数仙壳脉冲星,建立脉冲星及时镇,参与未来脉冲星自主导航和引力波探测。 3. 主导国际盛程机向干涉测量网,获得天际超精细结构。 4. 进行高分辨率微波巡视,检测微弱空间信号。 5. 参与地外网民搜寻。 6. 参与子五院工程,提高非相干散射雷达双机系统性能。 7. 将升空通讯能力延伸至太阳系外原行星,将卫星数据接收能力提高100倍。 那为什么霍金却对这一高端的科技让我们叫停? 霍金表示,现在和地外生命接触还为时过早,倘若地外生命科技水平在我们之上,那接触的后果只有一个,毁灭。 霍金曾说过一个很形象的比例,外星人发现我们,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座的第一件是什么? 殖民掠夺。 当高为生命遇到低为生命,征服霸占那是一种本性。 或许应了一句话,逝者生存。 目前,我们对地外生命的了解太少了,我们无法否认它们是不是比我们更高级? 如果是,那么人类的灾难或将就此开始。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